哈喽朋友们好我是老兵 这个筷子啊在我们生活中是最常见的 这个筷子在养花之中啊也是可以妙用的 今天跟朋友们来说一下这个不用的筷子 它怎么烂样来打理这个花卉啊让它能够废物利用 首先呢像这些盆栽花卉啊养的久了两三年 甚至好几年的是需要给它松一下土的 这个时候这个筷子就派上用场 把筷子伸插伸插到底部给它晃动一下 把下面的土也松动 让它根吸引能够更透气 这个时候筷子作为这个松土工具啊 真的可以说比很多工具都好用 因为它又坚固然后又光滑 然后呢平时啊这个盆栽花卉啊能在浇水的时候 有时候不能知道它的下面的那个积水的情况 想知道它是下面的那个水分的含量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筷子来试探啊 直接一插到底插到盆底啊 然后再拔出来 这样子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筷子的顶端这里是 比较湿润的 这个状态下面水分还是挺足的 就不用浇水 可以很好很好的观测到它那个盆底的这个水分的情况 还有当我们需要生成给花卉生成施肥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筷子也能派上用场 把筷子深深插入土里 然后呢往四周这样移动一下 让它形成一个深深的一个小洞 再把筷子取出来 然后呢把要输入的要输入的肥料啊 给它倒入这个用筷子挖出来的深深深的小洞 再把土覆盖这样子浇水的时候 它的深比较深的地方的那个深层的根呢 也可以吃得到肥料 深层施肥的时候最好是呢 沿着花盆的周围 均匀的做几个坑来 给它施肥 不能单一的在一个地方施肥 还有很多时候啊 我们养花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天头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就是用这种废弃的筷子 给它插一根到根部附近 如果一根固定不了就插两根 两根不行就三根 然后呢找东西把它 把这个枝干跟这个筷子给它固定到一起 这样子原本片头的植物就 挺直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老闭视频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啊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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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